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回到了我们的每周360时间 在每周360这个节目中 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 过去一周 国际还有国内发生的 车坛大小事 第一则新闻 第10代的Honda Accord 终于在马来西亚市场公开预定 关于这台车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非常期待它的到来 而在此前根据Honda Malaysia官方的资料 这台车将会搭载1.5VTEC Turbo渦轮引擎 这一具引擎是为了取代原本的2.0和2.4 IVTEC自然机器引擎 官方的资料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201PS 峰值扭力260Nm 而这样的引擎动力是和新加坡版本的Accord一样 至于在安全配备上面 第10代的Honda Accord 它搭载了Honda Sensing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其实在上一代的车型 这个Honda Accord已经搭载了 Honda Sensing 但是呢 它缺少了这个 低速跟随系统 而在第10代的Honda Accord上面 原厂终于补齐了这个Honda Accord的安全配备 所以呢 它是目前市场上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最为完整的D segment车款之一 第10代Honda Accord 它的重点就是它的1.5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201PS 峰值扭力260Nm 几乎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还在贩售的D segment之中 动力最强的一款 可能你会说 Kia Optima GT 动力更强啊 但是其实那款车已经停止贩售了 所以目前呢 放眼市场上所有的竞争对手 Accord 如果我们说它是最强 应该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另外呢我相信我们说到Accord 很多人也会问 那么之前已经开放预定的CV小改款呢 我们相信这个CV小改款 还有全新的Honda Accord 它的发布时间应该是相当接近的 尤其是Accord 原厂表示它会在2020年的第1季发布 所以我们相信原厂甚至有可能 让这个CV小改款 还有这个Accord大改款一起发布 那么究竟它什么时候会发布呢 我们就等待官方公布的消息 第二则新闻 Lexus UX 公开在马来西亚接受预定 其实在这个农历新年过去之后呢 很多的新车都排队着要来到我国市场 另外一款即将登陆我国的新车 就是这个Lexus UX UX 它是Lexus家族中最新的一个车型 它是为了顺应现在时代潮流趋势 所以它是一款compact的 Crossover车型 它搭载的引擎是2.0的Dynamic Force Engine 自然景气版本 为什么没有Hybrid呢 这是因为我国的政策对这个混合动力车款 并不友好 这一具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为171PS 峰值扭力205Nm 而与之匹配的 就是搭载了起步齿轮的 Direct Shift CVT 变速箱 它的0-100K可以在9.2秒完成 整体的加速表现其实还算是不错的 至于在这个安全配备方面 这个全新的Lexus US 它全车系都搭载了Lexus Safety System Plus 这一套系统包含了像是前方撞击以及 自动紧急刹车或者是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的先进装备 在这个价位的车款来说 其实是相当的丰富了 至于它在马来西亚的车型总共分成三个 分别是Urban Luxury 还有Export 它的售价是从 243888令吉起跳 你是不是对这款车有兴趣呢 那么现在你已经可以下订单啦 前往Lexus展示厅看看吧 第三则新闻 吉利可能在未来和窝窝合并 并且在瑞典上市 说到吉利呢 你想到的可能应该是它就是一直在买买买 什么品牌它都买就对了 但是呢最近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动作 那就是它即将跟它的子公司 也就是来自瑞典的豪华品牌 WOWO合并 在之前其实吉利和WOWO已经进行了一些合作 例如说 他们未来会将他们的生产线合并 共用资源 共用研发中心等等 接下来 他们还将会继续 让两间公司进行更深度的整合 也就是合并 一旦WOWO和吉利合并之后呢 吉利会让这家合并了的新公司 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上市 但是吉利也表示 旗下的纸品牌 例如说北极星Postar 或者是Link & Core Link & 等等 其实还是会独立运作 这一次双方的整合呢 其实只是为了让工作更有效率 然后减低一些开发或者是人力成本等等 如果双方的整合一旦成功 那么吉利集团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集团之一 因为在去年 吉利的销量加上沃尔沃的销量 再加上Proton的销量 他们的年销量已经突破了200万的大关 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吉利成为中国的FW 应该也不远啦 第四则新闻 Mazda 成为IIHS 2020 年最安全的汽车制造商 你对Mazda 的印象是什么 很好的操控 引擎很多黑科技 又或者是转直引擎 那么现在你应该再加多一样 那就是安全性 在之前 Mazda 的车款在EURO MK 上面测试之后 它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 它的测试分数甚至比我我还高 那还不足够 现在美国的IIHS 也把2020年最安全汽车制造商的 这个头衔给了Mazda Mazda 旗下不少车款 在这个IIHS的测试中 都获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也就是拿到了Tof Safety Peak Plus 的成绩 这个对一家日本汽车制造商来说 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在Mazda Skyactiv 的概念中 车身结构其实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的Sky Active Body不仅采用了轻量化的设计理念 而且还有非常高的安全性 也就是为什么 Mazda 的车款可以在欧洲以及美国的测试环节中 都获得很出色的撞击测试成绩 不知道各位Mazda 车主 对你们爱车的安全性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第五则新闻 Subaru正式加入Toyota集团大家庭 熟悉Toyota的朋友应该知道 Toyota有着非常多的合作对象 包括了Suzugia Mazda Yamaha BMW 还有它自己的子公司 Daihasu 其实呢 Subaru也是它的其中一个合作对象 而且它也持有 Subaru的部分股权 最近呢 Toyota将它所持有的股权 从原本的16%提升到20% 这意味着Subaru正式加入了Toyota集团的这个大家庭 在Subaru成为Toyota集团的一份子之后 双方会继续现在的合作模式 也就是分享最新的技术最新的平台 另外也有传闻Toyota会帮助Subaru开发新一代的WRS STI 但是呢 Subaru表示 除了这个BRZ 还有86之外 双方不会有更多的姐妹车薪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重点 就是和Toyota合作过的对象 都会被其收购部分股权 那么下一个被收购股权的会不会就是BMW呢?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每周360的所有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以及留言你对这些新闻的看法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